我們不反對轉型爭議 我們也覺得過去在威權體制 這個受到不平待遇的人 就像我們現在受到不平待遇 或者是 他的權益受到什麼損害的 我們都贊成 這個政府應該給予他們補償 所以過去政府在成立的228基金會 成立白色恐怖基金會 對過去在威權體制下 這個受到不平待遇或者是受到傷害的人 給予他們補償 這個我們都覺得應該 而且應該支持 可是轉型正義 一定是 建基於釐清歷史的真相 而且他的目的是要追求和解共生 但是我覺得黨產會 在處理救國團的這個例子裡面 他不是在追求和解共生 我覺得他是在用仇恨鬥爭 來處理救國團的這個案例 那黨產會常常講說 和解共生 要建立在 釐清歷史的真相 要在追求真相的基礎上 我們也贊成 可是歷史的真相 不是有權力的人講的真相 是真正是建立在歷史的 這個包括很多 這個政府的文件也好 要建立在證據的基礎上 我們一直跟黨產會講 救國團成立的時候 是行政院成立的 是隸屬國防部 是屬於政府組織 連法院都已經認定 救國團成立的時候 就是政府組織 既然我們成立的時候是政府組織 怎麼會變成是國民黨的覆水組織 剛開始黨產會不承認 硬是給我們套一個罪名 說救國團是國民黨的覆水組織 等到要拿我們財產的時候 他又承認了 他說救國團成立的時候 是政府組織 因為你是政府組織 所以你的財產都是國家的 都要收歸國有 那你既然承認我們是政府組織 怎麼我們又變成是 國民黨的覆水組織呢 你怎麼可以用黨產條例 來管控我們 這個真的是欲加之罪 何犯無恥 在我們來看 黨產會不但是沒有 釐清歷史真相 而且是在扭曲歷史真相 這是我們覺得 救國團受到黨產會 不公不義處分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 那 在我們 老百姓覺得 救濟無門的情況之下 我們只有 走上街頭 舉辦這個 凱道大遊行 要把我們的心聲 能夠反映出來 因為蔡英文總統講過嘛 他說如果你跟政府官員反映民意 如果政府官員不理你 你就再反映第二次 如果政府官員還不理你 你就跟他敲桌子 我們跟黨產會溝通了好幾年 我們反映了民意多少次 可是我們的意見 我們的證據 黨產會從來都不踩辣 也不踢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溝通無望 委屈不能求全 那我們只好 用走上街頭的方式 來反映我們的心聲 所以這次的運動啊 也是抗議運動 因為我們抗議黨產會 對我們不公不義的處分 但它也是一個請願運動 請願運動就是要反映民意 反映我們的心聲 當然 對救國團來講 它也是一個救國的運動 因為我們看到 從救國團的例子 我們看到台灣所面臨的 非常深重的危機 這個危機 這個危機也跟我們這次遊行的訴求 主要的訴求有關係 我們第一個訴求就是要公益 因為救國團受到不公不義的處分 那現在我覺得過去這些連來 我相信不只救國團 好多的個人 好多的團體 都會覺得他們這些連來受到不公不義的處分 所以我們第一個訴求就是要追尋公平爭議 我們第二個訴求就是要自由 我們的財產自由 憲法保障我們的財產自由到哪裡去了 憲法保障我們的結社自由 包括我們社團自治的自由到哪裡去了 那這些連來大家都很明顯的感受到 台灣的新聞自由到哪裡去了 台灣的言論自由到哪裡去了 現在很多人都怕被查水表 連我們辦這個遊行也有一些人怕被查水表 在網路上不敢連署 這個不敢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台灣怎麼會變成是一個充滿了恐懼的 這樣的一個社會 我們追求的民主不是一個沒有恐懼的自由的社會嗎 所以我們要自由 第三個我們當然是要和平 那兩岸兩岸兵凶戰危大家都知道 現在連政府都告訴我們說 明年中共可能以戰逼談 就是說現在連政府都告訴你 明年可能打仗 美國海軍的軍力部長也告訴你說 2024可能中共會以武力的方式來統一 那更多的學者專家告訴你 2027兩岸可能會發生戰爭 換句話講戰爭的威脅已經是立即而明顯的危機 對台灣來講 那政府準備好了沒有 年輕人準備好沒有要上戰場 我們整個台灣中華民國準備好沒有要打這場戰爭 還是說我們需要一個領導人來帶領我們怎麼樣去避戰 怎麼樣去追求和平 讓台灣的老百姓能夠在一個和平的環境裡面 來保障他們生命財產的安全 追求一個幸福快樂的生活 這個是我覺得我們第三個很重要的訴求 我們要追求和平 當然我們最後的一個訴求跟救國團有關係 我們救國團名字就是要救國 我們當時要救中華民國 因為中華民國的存在已經面臨了立即的威脅 各位看國去你就知道了 你有沒有看到國旗 你有沒有看到大家都在高喊 中華民國萬歲類似這種的 所以台灣現在已經內部在國家認同就已經嚴重的分裂 蔡總統這兩天還在講 大家要團結來保衛捍衛民主的台灣 但是我們要說的就是 政府有沒有帶頭來團結大家 當黨產會不停的在自己淚鬥的時候 在散播仇恨的時候 台灣怎麼團結 政府有沒有努力想要把台灣團結起來 團結來守衛民主的台灣 但是很多人都告訴你說 台灣的民主已經嚴重的倒退 包括執政黨內部很多的人 退出了民進黨 或者是還是民進黨的人 他們自己都在批判台灣民主嚴重的倒退 那這些不只是我們救國團的訴求 而是我們從救國團的例子 我們看到台灣所面臨的這四個嚴重的危機 所以我們這次我剛才講 也是一個新的民主運動 也是一個新的民主運動 也是一個救國的運動 我們希望大家上海道 把這個新生把這個民意反映出來 能夠讓政府能夠重視民意的這樣的一個訴求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